嗯,他讲,那阎王老爷和那个那个,帝宗王菩萨,他们是不是一个人啊? 不是的,不是的,阎王老爷很多了,是个官位 阎王老爷是一个名称呀,官位呀 那阎王老爷在下面他是那个,他是审判别人 法官呀,用人家讲叫法官呀 那帝宗王菩萨他在下面干嘛? 帝宗王菩萨在救人,我问你一句话好了 那么假如一个人犯了罪,阎王老爷判他有罪了,那帝宗王菩萨怎么救他? 你记住一句话,比方说,这个人本来阎王老爷判他有罪,对不对呀 但是呢,这个人现在说我要念经了 我忏悔自己了,因为很多鬼还不忏悔,还不念经 但是呢,只要忏悔的念经的,帝宗王菩萨就下去跟他们讲 你们要念经,要忏悔你们自己 讲完之后,是由从情发落 并不是说不给发落,是从情发落,明白了吗? 上次才叫做那个学心灵法门人有人脸是脸猜,然后就下去了 那么学心灵法门人下去了之后,他会会受到什么惩判? 因为你说有优待的 有优待的就是因为你渡过人才会有优待 那么假如脸猜了下去的阎王老爷怎么判? 阎王老爷判要看你的 第一,你本来该死的,那就判死,已经在判你不好呀 对不对呀,如果你这个脸猜脸的厉害了 那已经被马上罚下去,已经死掉了 那当然了,他就要惩罚你要下地狱了 听得懂吗?如果你下去之后,你完全明白了 求观世音菩萨,你求那个地上王菩萨,你保佑啊,救我啊,我再也不做了 好,既然你悔改之意,可能给你一些惩罚 惩罚完之后,好,再给你投人 就是,这语言的学心理法,他下出这些禁文,他都背得出来的 他完全在下面也可以修行的,对吧? 当然可以修行啊,他问题就是说,你到了这个地方修不修问题 你看看很多人在人间,为什么修修念念经,他就不修了? 很简单了,他被人间的物欲,好了啊,他自己大家都在贪钱,大家都在为名为利 他想想我干什么,我时间浪费,我不多赚点钱啊 好了,他就,灰命没了呀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好好,就问这么多 你,你很聪明,你今天问得很好 你今天问的东西啊,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益处啊 所以要,要经常的想,因为你,其他人不一定问得出来呢,动脑筋的人才问得出来 我一直都在思考的 啊,你说明你,你这个孩子还是比较,比较用功的 你要记住,我刚刚讲了,联合老爷就算判你不好的话 你叫,比方说你叫,啊,叫一个首长啊,你救救我,我再也不,不违,违反党纪国法了 这个首长可能会跟他说情的,就是说,从情发落 但是呢,还是该罚的,还是罚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是这个道理 地藏王菩萨等于一个大的,一个首长一样 听得懂了? 嗯,好的,好的,明白 好,感谢太阳 再见 太阳保重,再见